我應該就先來跳舞了 今天有點想家 都買保齡秋 空氣突然 愛你 拜拜 愛你 哈囉 早安 I'm good, I'm just a tongue-on-cheek Your hair is so long Love you, see you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这个影片是一个久违的一周工作Vlog 然后这个礼拜是复活节周 所以其实前面两天都还是放假的 但身为一个斜杠青年 其实我这两天还是安排了很多的事情 会把它当成是工作的一部分 虽然说你们都已经知道我剪了头发 可是我现在这样看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习惯 因为我大概剪了这么多吧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想 虽然台湾跟香港的地理位置很近 然后气候也很相近 可是我觉得香港就是比台湾还要吃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妈是 每隔几天就会开一下厨师机这样 可是我在香港是真的 我几乎每一天都一定要开 然后我可能开一两个小时 那个水就几乎快要满了半缸这样子 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住在 离海滨比较近的地方 所以这附近的气候是比较潮湿没有错 但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主观的想法 我觉得香港真的比台湾湿很多 可是开厨师机有一个连带的问题 他不只是抽了室内的水分 还把我脸上的水分也一起抽走了 然后再加上工作的关系 作息很不稳定 然后最重要的是细纹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个是我你知道心里的痛啊你知道 自从25岁之后 所以今天呢就接受了Esta Lauder的邀请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的 黄牌精华ANR 大家我给讲给我一点时间 你不停真的会后悔 这个ANR是Esta Lauder的黄牌精华 那我自己大概是好像从一年多之前 开始第一次接触到它 我自己的话最喜欢的是它能够 很快的修复你的皮肤 然后再让它吸收的非常快 就是不会你上上去之后 还会黏黏黏黏的 你会马上看到皮肤有更水润饱满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它是 我们先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最长的电影 再给我两分钟 我自己后来也烧了很多朋友来用它 就是包含那种跟我一样做起很不正常 常常因为拍摄要熬夜啊 本身皮肤状况很不稳定的朋友 用了它之后 他们就算生活做起还是一样很不正常 但是很多人跟我说 他们的皮肤状况比之前也稳定很多 因为我后来才发现 AIRNOW还可以激活所谓的新生细胞 然后还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增生这种功能 所以 厉害吧 那虽然它的名字叫做ANR 就是Advanced Night Repair 但它其实是白天跟晚上都可以使用 所以它就是日间防护晚上修复断压 因为晚上是皮肤自我修复最好的时间 然后白天再用这个愿像是 对于外来世界的多一层防护 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是完全素颜的状态 然后我已经用了这个将近一个月了吧 你看皮肤状态是不是很不错 它闻起来是一种草本的味道 然后后来上网查 这个其实是透明脂酸的味道 那其实它最大的功效就是 补水跟保湿 给它10秒钟吸收一下 你们看喔 这个其实是已经它吸收完的样子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有 然后这边是没有 是不是这边感觉更饱满 真的是你上上去之后就会很快有感觉 See the light as it shines on the sea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如果知道的话 那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用了之后 我真的很推荐的一个精华 但是关我说有什么用 所以我想要认真的实测 五天之后 希望可以成功的烧到大家去跪上试一下 好 这个就是本次的目标 等一下雨昭要来我家帮我拍我的house tour 然后我昨天已经认真的把我家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清扫了一遍 所以我现在家里真的是 Burr 棒的干净 ok guys 我现在呢要来做一个叫做 Overnight oatmeal的东西 它叫做隔夜燕麦 那它基本上就是你前一天把东西全部都mix在一起之后冰到冰箱 早上起来的时候直接把它从冰箱拿出来就可以吃了 所以首先呢 1 2 杯 Alright 我家好像没有两杯耶 因此 我们你要去放干净 当然 vorher j 今天呢我跟Kelin約了一起要去長洲 我們準備搭11點的船 所以我大概再過半個小時左右我就要出門了 今天早上一樣是用小棕瓶 剛剛我從長洲回來 然後我就打算把冰箱裡面的剩菜做成明天的便當 那因為量做的有點多 所以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晚餐間宵夜 我今天去長洲一整天 然後從白天玩到日落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去香港的離島 我浪費了一滴 然後今天也試拍了一個我自己蠻想嘗試的主題 然後希望剪出來覺得效果是OK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其實通常出門我很少會選擇去戶外 我通常都會選擇室內 因為出去外面就很容易一整天很狼狽你知道嗎 今天其實天氣蠻好 我覺得太陽很大 所以我也沒有想到我回來之後 我的臉沒有一種被炸乾的感覺 出去玩真的是玩了一整天 臉大概是這個感覺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是星期三 然後今天是復活節假期之後 第一天又翻工啦 其實我算一下我應該大概下個禮拜生理期會到 到現在臉上還沒有開始長一些小東西 我已經覺得蠻厲害的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Garrity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tips 就是ANR其實也可以當作妝前保養的一種 我通常的用量大概就是一個palm 然後全臉就可以了 那我先這邊臉是有用ANR的 一邊在這裡 一邊這邊是沒有ANR的 同樣的分量我這邊只能暈到這個程度 然後有打底的這邊 一邊一點點就可以推得更開 所以你的用量不用太多 你整體的妝就會看起來更輕薄 然後你也可以稍微看出來 這邊是比較服貼的 這邊呢是有點像 他要努力才能夠抓在皮膚上面的感覺 有沒有 好 把這邊快速的卸掉 那有打底跟沒打底的差別呢 就是ANR可以快速的把水分鎖住 所以讓你的肌底可以看起來更水潤跟飽滿 請問三位同事很久沒有看到我有沒有想我 你們才很久沒有看到我吧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買來辦公室的新玩具 就是我們丟中了多少分鐘呢 就可以獲得相對的休息時間 這個是Cedia講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Keith今天可以獲得多少分鐘的休息時間 你覺得呢 160分鐘這樣是 我們數學太差了 兩個小時40分鐘 我吃完飯我就走了 現在是午餐時間 這就是我昨天自己帶的便當 好各位現在的時間是3點10分 你知道我跟大家講說我的作息不正常 它是真的很不正常 然後我把Grace Anatomy給追完了 然後我最近開始在追一個新的醫生劇 叫New Amsterdam 我是不是要入坑了 還好他現在只有兩劑 如果有很多劑的話 我應該會追到死 好的 我現在來很Random的做一個街坊 來我親愛的同事們 請問大家在用Skincare的時候 最害怕遇到什麼問題呢 我先第一位 衛婷 客車的好滿喔 好 第二位 最怕你也好冷了 Lock是什麼 或是年年的 好 OK OK 第三位 最怕是有穴穴會戳出來 你的呼呼平態润 塗太厚的時候會戳了穴穴出來 最怕是 當你的眼睛迷著笑 好 我以為你想說最怕是最怕 空氣突然安靜 你給我全力一首 好 好的 然後我現在請了這兩位同事來一起跟我玩這個有趣的小測驗 那就是我們要在手上第一個 然後呢等他吸收之後把它放到這個裝滿保齡球 保齡球 然後我們就會把手放到這個裝滿保麗龍球的盒子裡面 然後看看上面會不會沾黏 好不好來囉 開始 超快 吸收好了已經 沒了耶 直接沒了 直接沒了 真的很浮誇 我是很用力的按進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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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 perfect world you take me as I do and I'm ashamed to say you pay for all my dues I still got love for you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今天的臉非常的重 因為我昨天晚上在滑手機的時候看到很多催淚的新聞 然後我就坐在沙發上面然後開始就是 我就跟你們說我生理期快到了吧 好現在KID剛剛收到了一個包裹 是炸彈 希望打開是你通過試用期的電腦 哇 謝謝 大概就這樣 掰掰 會送這個給大家 Giveaway Giveaway 紙箱是不是 OK Hi guys 現在的時間了 已經是晚上的半夜2點22分 最後呢上完今天的保養我就要去睡覺了 已經快3點了 天啊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早上想很快的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皮膚的狀況 雖然有點TMI 但是其實我這幾天生理期剛到 然後我這個人呢 生理期來的時候臉會皮膚很不穩定 怎麼講臉會看起來有點暗 然後沒有光澤 你知道嗎 這一個月持續用AMR我覺得整體的皮膚其實都維持得蠻好的 來拉緊給大家看 現在是素顏 然後沒有上保養品的樣子 所以你們這五天看到的其實已經是比一個月前還要進步非常多的皮膚了 我們再有一個很大的任務就是要來學跳舞 好 我們上次學跳舞是跳什麼你還記得嗎 Youtube 現在時間已經快要晚上十點鐘了 真是大家才子 Mm ех感不用擔心 雖然現在才十點但是我還沒有吃晚餐 然後我已經沒有力氣在自己煮了 所以我現在要來叫Deliveroo 看一下有沒有台灣食物好了 今天有點想加 我想吃雞扒配滷肉飯 配個古早味冬瓜茶 好 蒜香炒雜菜要88塊喔 算了 該扒 但是為什麼會有香菜呢 你不應該出現在這了 欸 我有跟你們講嗎 我最近在看新阿姆斯特丹 講中文好像很奇怪 New Amsterdam 好的 各位 今天已經是星期六了 然後我剛剛又嘗試著幫自己的頭髮做一點styling 但是obviously它 恩...有待加強 大家你看我昨天快要十點才回到家 然後十點半才吃晚餐嘛 那後來沒有拍到的是 其實我有繼續工作到快要一點鐘吧 然後我前陣子才知道說 有25%的衰老是來自於基因 然後75%是來自外在的因素跟你的保養 所以平常大家的生活 作息跟壓力 其實都對你皮膚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上個禮拜除了前面那兩天放假之外 其他三天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典型的工作日 所以只要一個不小心 我最容易有的就是皮膚很乾 看起來沒有什麼光澤 然後會有很多細紋 你們可以看到上妝的時候它是服貼 而且還是可以看到光澤感 素顏的話你就可以看到臉上的那個 很水潤跟彈性的感覺 那這幾天你可以看到其實細紋控制的我覺得還蠻好的 再來就是不管上妝前跟上妝後 你都可以感覺到你的臉是很嫩 然後是有透亮的那種感覺 大家記得我們在公司玩的那個小遊戲嘛 就是它的那個質地真的是很薄又很容易吸收 就它的吸收力是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去跪上 就是你自己試了之後你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因為它的吸收強度真的在我心裡 就我用過也不少保養品嘛 至少在精華類真的一定是前三名的 那它的功效其實我覺得以一個精華來說都已經算很全面了 除了基本的好吸收跟不調膚質之外 它的鎖水修護跟快速見效 這三個我覺得都已經是它為什麼會成為 Estée Lauder這個黃牌商品的很大的原因之一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給它一個機會 雖然這次是收到Estée Lauder的邀請 但是以上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 最後呢還有一些offer想跟大家分享 截日起到4月30號只要到Estée Lauder的eShop 去購買75ml的ANR 然後再輸入我的Promo CodeCynthia 你就可以再多得到6件包含 卸妝、護膚、亮白跟眼部修復等等的流氧產品 喔!背起來了 其實Estée Lauder還有一些我私心都很喜歡的產品 有包含在這個體驗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詳細的資料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就是老生常談的講一句 大家有興趣想試試看的話 真的記得要使用這個折扣嘛 因為其實這個純粹是給觀眾的回饋嘛 那我覺得不用白不用對吧 那謝謝大家跟我一起過了一個禮拜 我真的很久沒有天天帶相機出門了 然後其實我覺得蠻好玩的 希望大家也有一個美好的一周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字幕視頻字幕, Она字幕提供